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卡通和小小兵的官方公司合作 发行了一共9款的小小兵一卡通 其中更有3张限量版 只在捷运局或一卡通的商城网站才买得到 目前销售量已经闯出佳机 这是新版的一卡通吗 没错 喜欢小小兵的粉丝们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7月8号一卡通票证公司推出了小小兵纪念版的一卡通卡 刚好搭上了最近上映的小小兵电影风潮 而且你有发现吗 款式居然不止一种高达9种不同样式的小小兵一卡通 满足你的所有收集欲望 是说我们这次也很荣幸有获得小小兵官方的一个授权 来在电子票证做这样一个整合 那国内就是只有一卡通来做这样一个合作 那也配合电影的上市来出了这第一波是出这九款的一个标准卡 蓝的 绿的 橘的 还有咖啡色的 各式各样的小小兵你心动了吗 其中更有三张英国风限量款 不只数量少而且要在捷运局或者是一卡通商城才能购买得到 甚至还有民众一次购买两套 一套拿来使用 一套则是拿来搜集 那我们预计在八月十九号会再另外出三张的一个造型卡 是属于手机吊试的部分 那这一块也便利就是说 有不同使用取向的一个民众来做选购 这次的小小兵造型一卡通 估计可以卖出可观的销售数量 随着这一波小小兵的销售风潮 一卡通票证公司也宣布 即将在八月推出手机吊试版的小小兵造型 一共三款不仅方便履客细带也十分特别 有兴趣的收藏家跟民众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去抢购吧 港督新闻潘志光传逆艇采访报导 这个周末的新庄高中非常的热闹 百位模范生起居一堂 高雄市长陈菊在现场和模范生们合影 这次的活动特别安排了两位值得鼓励的学生 分别是男子特殊学校的叶上林 和社区大学的养春籍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与母亲依偎就聊天模范生业上林的好心情一览无遗 十一岁那一年失去最后的右眼智力 她的路比谁都辛苦 但她不但奋力向上 在黑暗中扭转人生学习按摩技能 更在今年考取国立台南大学 今天她通过上帝的考验获得模范生表扬 其实我小时候 根本连办长奖状案奖杯都没有拿过 我通常都是在升级台的最后面看人家领奖 其实我自己已经很想要领奖领很久了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这是我第一个模范生的奖项 那对我的信心也是非常有鼓励的作用 我非常高兴 会场的另外一位主角 就是已经六十六岁的杨顺吉大哥 原本从事汽车领界贸易 却面临一窍不通的网络时代 不愿轻言放弃的他 从原本发个email都快去掉半条命 现在却是一个电脑达人 从不会到会 这个之间让我感觉到 我有很多的收获 好谢谢看这里 一二谢谢 市长陈菊也亲自来到现场 给高雄的大孩子小孩子最大的鼓励 那我们也是要让我们的市民了解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学习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不断不断的进取 以往我们总对模范生有着年轻的既定印象 在这样的表扬活动中更认识了 其实生命的学习是无止境的 导渡新闻小红汉陈月和采访报导 山木基金会高雄中心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 幻幻爱的活动 只要用五张发票就能够换取一杯咖啡 或免费剪头发的服务 基金会里许多单亲或是外配的子女 也利用这次的活动一展平日所学 现场煎蛋饼也是五张发票就能够享用 只要捐五张发票就可以免费喝咖啡 小朋友或是长辈们可能对咖啡的接受度不高 没有关系 五张发票也能够享受免费的减法服务 五张发票就可以剪了 也是捐发票 也是孩子也是可以漂亮一下 才五张发票不但能贡献爱心 还能够剪头发真的很划算 现场还有小朋友花了好长的时间 学习做蛋饼 开放给大家来尝鲜 费用也同样是五张发票 里面有什么菜 有小八菜和蔥 哇 好棒哦 之前没有 没有做过 没有觉得说蛋饼很难 有一点点的 哪里难 一定的是哪里 翻面的时候 看小朋友这么卖力的在煎蛋饼 连翻面都超级小心翼翼 想必味道肯定不错 每个月都会举办 欢欢爱活动的山目基金会 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机会 让小朋友能够展现所学 他们做这个蛋饼 那邀请民众就是 可以来 就是捐发票也可以来尝尝看 就是他们的一个手艺之外 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回馈 其实这些小朋友 大多来自单亲或是外配家庭 山目基金会 利用这样的活动 除了让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也让附近的民众用爱心 来给予他们支持与鼓励 港督新闻综合报道 带给您好消息 又有一家廉价航空直飞高雄了 东南亚第一家 直飞高雄的廉价航空库航 標榜以波音787梦幻客机 要来服务民众 共计每周会有三个航班 来回高雄新加坡和大阪 为南部的民众提供 更便捷的交投服务 在新加坡歌手林俊杰的歌声 搭配舞蹈团的美妙舞姿中 迎接首家东南亚廉价航空库航的 首航班机抵达高雄 高雄的观光代言人高雄雄 也一同欢迎首航的班机旅客 来高雄旅游 库航也是第一家进入高雄的 东南亚低成本航空业者 市府也乐见未来 将会为高雄带来不少的观光人潮 要往返在新加坡和高雄之间 做这个定点的旅游也好 或是转机也好 都会带来很多的方便 希望接这个机会 希望库航呢 这个首航会带来这个 南部观光的风潮 以后民众往返新加坡 又有一项新选择 不仅能省下不少荷包 也可以缩短航行时间 不同于其他的廉价航空 库航以波音787梦幻客机 进军高雄的市场 每周都会有三个航班 来回高雄新加坡与大阪 也将打通东北亚与澳洲的航线 透过高雄跟新加坡 把南太平洋跟东北亚 创建在一起 就打通了任督二脉 东北亚跟南澳洲的任督二脉 因为你到高雄可以到东北亚 透过新加坡你可以到澳洲 在首航的记者会上 高雄市政府秘书长李瑞昌 更是准备具高雄在地文化代表性的 纪念品赠送给库航 期许高雄与新加坡开航后 能够为高雄带来更多的观光人潮 也为南部的民众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服务 港都新闻潘志光薛婉珍采访报导 不知道您对这个词陌生吗 R7南部时尚的创新基地在这个月的8号举行开幕典礼 跨界整合了时尚体验教育人文艺术设计 不仅注入高雄文创美学的新活力 更带动了产业的发展 把高雄打造成南部的创意产业平台 3 2 1 拉下彩带揭开巨大的礼物盒 在武师热闹的表演中 宣告R7南部时尚创新基地正式启用 这是经济部工业局与高雄市政府劳工局 积极努力下的成果 促成经济部所属的四大研究团队 共同进驻市府劳工教育生活中心 对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合作 市长陈菊也给予肯定与期待 在共同的合作之下 我们未来高雄的创新创意 包括高雄朝着石化产业 高直华方向的发展 指日可待 已经有一甲子时间的劳工教育生活中心 期望借由体育休闲 纺织业 印刷工业 塑胶工业 石化产业等五大法人携手建筑 来提供多元的产业及设备服务 跨界整合在地产业 创意青年的新基地 工作跨业能够来强调 他的时尚体验 教育文化 艺术设计 让这个儿期的创意基地 能够成为台湾南部的生活创意产业 整个平台 最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将高雄的石化产业高直化 经济部更在这里设立办公室 提供高附加价值服务 期望借由产观学三方的建筑 共同打造高雄成为 南台湾最大的生活产业创意整合平台 以及南部的时尚新亮点 港都新闻 吴秉原 薛婉珍 采访报道 暑期大作战 元气上网新主张 放逐加热担心孩子随时泡在网路上吗 BB宽屏 时间管理功能 好设定 免费用最贴心 120mah要888 让你轻松管理孩子的上网时间 聪明人的好选择 快下庆年港都 BBTV最新强档 特务交锋 模仿游戏 我并不喜欢她 我并不告诉别人 这是法律的 白老慧 熊男日记 你不是 她在船舶上网上 她会把你拖掉 孝孝羊 大敬影 亲爱妈咪 愿线强片 尽在BBTV水旋影片 快下庆年港都 连猴子都吓得何不容嘴 每月888 飙往120mah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钱元购物金 快打电话找BB 我今天年轻人的眼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爱听向生的朋友们注意了表演工作坊在今年满30周年 推出跨年度的剧作《夜夜说向生》 以夜市作为背景用说学逗唱的表演方式 创造出新奇的笑点带给民众疏压的娱乐 向生剧可以说学逗唱载歌载舞的方式来表现您相信吗 这是表演工作坊为了庆祝30周年的跨年度剧作《夜夜说向生》 将30年前的剧码重新改编 一样带有幽默嘲讽但却有不同以往的感受 我们把向生改变得比较接近talk show一点 然后里面也载歌载舞但不是歌舞剧各位不要误会 所以它还是一个有传统框架的一个有向生规格的一个向生剧 《夜夜说向生》把场景搬到民众最有感的台湾夜市加入现代的元素 透过只有四位演员的演出方式呼售孔子的桥段 孔子他可以算是一个直销集团的总裁 啊 他呢卖的是鸡汤 孔子有卖鸡汤 心灵鸡汤嘛 就是他的思想啊 他的言论都算是心灵鸡汤 还有一些时代背景下的状态 以即兴创作的方式加以改编 并重新赋予时代意义 年轻人懂的网络语言 然后还有一些现在发生的时事 所以跟十几二十年前这个老段子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 带给大家的欢乐是一模不一样 对于参与舞台剧演出 主要演员唐重胜也以精准的喜剧节奏和极具爆发力的表演能量一鸣精能 也对向生剧的演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要讲究的规矩跟他得练的功夫 其实不只是嘴上的功夫 他也是一种表演 对那戏演的好的人不见得能把相声说好 夜夜说相声将在八月八号在高雄文化中心智德堂演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不妨走入戏院 会为睽違多年的相声剧感受演员的魅力 港多新闻潘志光薛婉珍采访报道 现在一卡通也有电子发票载具的功能啰 只要到超商完成归户的动作 就不用再担心发票保存和对讲的过期问题 除此之外也可以在超商查询交易记录 给民众更方便的服务 一卡通的功能再进化 即之前开放在超商小额消费后 现在也可以直接把电子发票储存在一卡通里面 不但能减少索取纸本发票的麻烦 也能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即日起只要到全国最大的超商 就能进行载具归户 查询消费发票 捐赠发票 查询中奖发票等功能 电子发票的归户 那这一块也可以在iPhone来做这样一个动作 那民众除了用那个自然文明评证 或者是手机条码 来做这样一个申请之外 那也可以把一卡通作为 绑定为那个电子发票载具 好处就当然可以说自动帮你对讲 电子票证是一项环保支付的工具 可以减少现金的使用 也可以减少交易结账的时间 不仅环保也能提供更便民的服务 除此之外 以往都要到捷运站 或是上网查询一卡通的交易记录 现在也有更便利的查询方式 在iPhone的机器上 我们也可以做到说 可以查询一卡通过去 六笔的交易记录 这可以直接在荧幕上上做显示 那另外也可以提供历史交易资料查询 还有另外电子发票的一个捐赠 在相关的操作界面上 都提供这样的功能 一卡通的功能不断地再提升 一卡通票证公司表示 未来也将陆续开放其他超商 储存电子发票的服务 民众不用再担心消费的发票 要如何保存 以及对讲期限是否过期 更不用担心发票被伪造 帽里甚至是损毁的问题了 港督新闻 潘之光宣婉珍采访报道 三太子可爱又亲民的形象 打破民众对于神明总是敬畏三分的感觉 高雄市三民区近年来推出 幸福三太子的一系列活动 透过净土比赛后 除了有周边商品外 八月份更会有巨型的太子雕像游间嘉年华会 七彩色的书包 紫色绿色还有小女孩最爱的桃红色 上面还绣着三太子的图腾 背在身上 就好像把太子带在身上保佑一样安心 这些都是去年三民区公所 运用广受喜爱的神明三太子征途活动 征选后的周边商品 因为我们三民区的地方特色是幸福三太子 那我们在101年在所创办理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比较特别代表的一个logo 那说我们在101年就有二地征途 那二地征途就全国性的 然后我送来的作品 大概有将近100个作品 由于太子的图腾实在受到太多民众的喜欢 今年三民区公所特别与1300艺术中心合作 将打造出高达300多公分 100多公斤重的陶瓷三太子雕像 到时更会有三太子的嘉年华有接 当然是我们在近太的部分也会做一个寻找三太子 就是把这个公仔 八字十二村的公仔放在我们特别的经典 比方说像我们成庆府的门口 或是大东宇宿宿宿宿宿宿宿 跟我们现在接下的大运大白或孟宿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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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 长辈都要跟上潮流 民政局为了提高区里行政的效率 特别为里长们设计了电脑课程 为的就是要让以往对于3C产品陌生的里长们 善用智慧型手机软体拉近里民的距离 课程刚推出就得到里长们的热烈回响 诶 你以为LINE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吗 仔细看一下 正在滑手机传LINE的 正是林雅区正眼里的里长古金川 在有这个LINE 所以说传播讯息也好 再传至安全问题也好 里长和里面再传播 这个都是非常快速的 其实在还没有LINE之前 里长与里民之间的联系 只能透过电话 或者是更耗费时间的直接登门拜访 这样往往会耗上很多的时间 许多及时性的安全问题也会受到影响 现在一个LINE下去 有什么经营 里长有什么总控或消息 利用LINE 我们这里里面都知道了 透过高雄市民政局推广的里长电脑研习班 迅速让里长与里民的距离缩短在一指神功之间 LINE之后里面他就会拍一个相片过来 然后我们相片看了之后 马上就可以联络清洁队 或者那个环保局 还是有关单位马上就可以来处理 只要手指头一滑 就像变魔术一样马上抠来清洁小组 进行区里的环境维护 以前可能还要一通一通的电话慢慢打 要是碰上了及时的大事又找不到人还真是头痛 科技的进步 智慧型手机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将3C产品融入区里 必定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港东新闻吴炳元陈岳和采放报导 过去对于婴儿床的安全 好像没有这么的注重 不过最近实在太多新生儿的意外实践 让许多爸妈担心不已 一台婴儿床其实都不便宜 到底还有什么要来注意 港东新闻带您来了解 纯白色冰裂摆放的婴儿床 真的可爱的让人夸扬融化 不过许多新手爸妈真的不知道 婴儿床处处藏有危机 前阵子才刚传出婴儿床 栏杆间隙太大 导致男婴卡头的危险事件 的确是也有影响到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 我跟我老婆也想买床尾 但是有考虑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就去顾虑床尾的那个安全性 港东新闻时机拜访业者 让他们来告诉你 如何挑选安全的婴儿床 像第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铁的床的底板 那比如说像社会上很多新闻 就是小朋友开始会在床上面做弹跳 那现在我们一般传统市面上 已经有床大部分都是藤板或是木条 那小朋友慢慢长大之后 再慢慢在上面做弹跳 都会有婴儿的危险 照顾新生儿 其实还有许多要注意的 不仅是硬体方面 就连铺床也是一门学问 小朋友的棉被 他一定是要铺的是整齐平稳 然后他的床旁边 不要有其他的杂物 只能有枕头 还有他的小棉被 最近少子化的趋势 爸爸妈妈们都把孩子捧在手掌心上 各式各样的银儿产品 花再多钱都愿意买 不过哪一种才是最安全的 爸爸妈妈们可要好好把关 港独新闻阮宣陈岳和采访报导 感谢您收看港独新闻 我是主播陈岳和 祝您有个美好的周末 好 这下个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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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模仿游戏 白老慧 熊男日记 笑笑扬 大电影 亲爱妈咪 愿现强片尽在BBTV 随旋影片快下庆年港督 暑期大作战 元气上网新主张 放逐加热担心孩子 随时泡在网路上吗 BB宽屏 时间管理功能 好设定 免费用最贴心 120mah要888 让你轻松管理孩子的上网时间 聪明人的好选择 快下庆年港督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屏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mah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聪明人的好选择 快播340-1991 庆年港督等你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也想說故事嗎 台灣故事島 自己的故事自己說 洽詢專線5568380 哇 新家喔 媽 上車吧 會記得她小時候 常常讓我煩惱 所以我一定給她沾沾沾 希望給她最好的保護 她說 現在她大了 願意給我最好的保護 媽 現在後座要寫安全帶喔 我知道 她最關心的是我的安全 緊控幸福的依賴 乘車請系安全帶 人生不盡完美